Information for the Receiver to Correct Error 所以我送一個資料出去的時候 除了資料本身之外呢 我有足夠的這個Check Bit 你如果只送資料出去給對方接收的話 那對方 他收到什麼就是什麼 他沒有辦法偵測也沒有辦法改進 你一定要多一點的訊息給他 然後他才有可能去偵測到或改進他 所以 Error Collection Code 你一定比你那個資料要再多一些 如果你的資料是M-Bits的話呢 那你的Error Collection你要再加上R-Bits 所以傳出去的這個所謂CodeWord 編碼的這個一個Word呢 有M-M加R-Bits 也就是說原來我本來是傳 我本來這個 8個Bits是可以傳 傳這個 256個訊息的 那現在呢 我可能 扣掉了我要3個Bits 我只剩下5個Bits 我只能傳信息比較長 我能夠傳訊息數目比較少 那因為我 我留下來一些那個 Bits 當作 CheckBits 當作這個 偵測前面那幾個Bits有沒有發生錯誤 如果前面那幾個Bits有發生錯誤的話呢 我利用一些技巧 能夠 能夠有犧牲的這些空間 但是我再犧牲一些時間 我能夠 偵測到 或者是我能夠更正出來 就前面那些Bits有沒有發生錯誤 所以 所以這個是他的基本的模型 就是說這個 如果有N-Bit CodeWord裡面呢 它有N-Bit是放Data的 R-Bit是放CheckBit的 那 那所以 所以只有 你的資料一個Word那麼長 但是其中他能夠存資料的只有2的M次方的 那Hemming Distance 我很快的看一下 Hemming Distance就是 原算碼會做幾個 所有理算裡面都有提過 那他就是 兩個CodeWord裡面呢 他的那個距離 他的距離 就差 像這個距離是什麼 就是他都有多少個Bits是不一樣的 這個 這個運算是什麼 應該大家都知道 Eclusive All 我們二進會的運算裡面 N的All應該都很熟悉 N的話就是這個 要兩個為一他才會為一 兩個為真才會為真 All的話只要一個為真 那Eclusive All呢 Eclusive All就是 兩個一樣的話 它就為0 兩個不一樣的話 是為 為真 為一 那 Eclusive All的這個反函數是什麼 是Equivalent Equivalent就是兩個一樣的話 是為1 兩個不一樣的話為0 但是 我們在 硬體裡面非常 經常用到的一個就是Eclusive All Eclusive All這個東西 所以這兩個Word 然後做一個Eclusive All 做Eclusive All的話 就是 它們兩個不一樣的時候是為1 那一樣的話為0 所以 所以這兩個CoreWord 它的HimmyDiscence就是3 那 那這個就是HimmyDiscence的定義嘛 那HimmyDiscence 越大的話呢 如果 大 就看怎麼編碼了 那HimmyDiscence就是 我兩個 這個 這個 那一個 那一個 一個CoreWord裡面 如果我們決定 我們編碼 CoreWord是我們要編碼的時候用的 如果我們在這次傳輸編碼的時候 那弄出一個Set of CoreWord 這個Set 它有一個Minima的HimmyDiscence 這個就是它的這個 CoreWord的這個HimmyDiscence 那Error Correction的Theory的話就是 如果我要 這個是 編碼理論裡面的最主要 最基本的Rule 那這可以證明的 但是因為我們這裡不是數學課 我就不證明了 編碼理論可以開一門課的 那 離散數學當然只是你們變一張獎 那這個是 如果我們學通訊的話 這個課可能通常都是 其實是比較簡單 比較歷史性的課程 但是你大家都要知道 但是最後結論在這裡 就是我要 如果我一個編碼 我要 偵測到有 Dbit的Error的話呢 那我們的那個Code的編碼 要D加1的Distance 就是每個CodeWord之間的 它的那個距離 必須要D加1 那如果說我要能夠 偵測到 Dbit的Error的話呢 那 那這個CodeWord 它我們定義的這個CodeWord 它的那個距離 必須要2D加1 那就是距離越大 距離越大代表什麼 距離越大 的話事實上代表你這個 跌碼的時候 他們中間的差異 這邊的這個差異 要越大 我這個碼跟另外一個碼 那個差異要去 差異越大的話 就是你中間變了一個 變了兩個 那我能夠偵測出來 這是你一個Bit錯 而不是 而不是 所以你要能夠 偵測到錯誤 偵測到第一個Bit error 那你那些編碼 那個 碼跟碼之間的距離 要比較長 它的差異性要比較大 如果你要能夠偵測出 這兩個這個不同的話呢 那個差異性要更大 所以 這個是Error Collection Theory 裡面的 兩個結論 那你編碼的時候 根據這個來編碼 就沒錯了 我說這個可以證明 我們這裡就不證明 那這個是編 編出這個四個碼 這個 如果是一個Parity Bits的話 它只能夠偵測出一個Bit Error Parity Bits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Parity Bits就是 我通通加起來 要 最後再加一個Extra Bit Parity Bits就是 我全部的這個 Bits 有單數的E還是偶數的E 那後面再加一個 0或1 那那個0或1 讓它Number of 1 變成奇數或偶數 如果你現在這裡 聽得糊裡糊塗的話 趕快回 不是趕快 你前面的課程沒修好 如果你這裡聽得還OK的話 只要有概念的話 你大概就 這邊就OK了 那 因為 我們沒有省時間 再跟你Check Parity Bits 但後面還會有一些 但是 後面頭裡面 還會再重複一部分 但是 你這裡 如果能夠接受 就盡量接受 這Parity Bits 它只能 偵測到一個Bit Error 那Parity Bits 如果有兩個Bit Error 的話就沒折了 對不對 就是說你一個Bit 變錯了 另外一個Bit也變了 也錯誤了 那結果最後呢 是復復得正 所以最後那個Parity 它沒辦法呈現出來 你這一塊編碼裡面的 1的數目 你有一個Bit錯 偶數變奇數 再一個 1 再一個錯誤呢 奇數又變偶數 又回來了 所以這沒有辦法 如果兩個錯 就沒有辦法偵測出來了 所以Parity Bits 是一個最基本的 那下面這個呢 那Hammidicent比較長 Hammidicent 5到10 所以這個 但你浪費很多 我們用呢 12345 用10個Bit 我用10個Bit的這個編碼的長度 一共只能編出4個碼 一共編出4個碼 編出這4個碼 它的這個 碼跟碼之間的那個距離是很長 就是說 它跟它之間有5個Bit不一樣 它跟它之間有10個Bit 它跟它之間有10個Bit 它跟它之間有10個Bit不一樣 它們的距離是很長 那如果有中間有發生一個錯誤的話 很容易偵測出來 或是可以 可以在 在這個 在Detect到 Correct到 但是 但是你就耗費的比較多 這是我剛才講的 你要偵測 你要這個 改正錯誤呢 你要付出 你要 偵測和改正都要付出 就沒有白吃的午餐了 那這個 後面這個數學 不是數學 公式的部分 我就不 不去再e-check了 那因為我們有一個東西 我要談一下 後面這都是其實編碼 編碼 這個編碼學裡面的 這部分 parity的這個部分 課本裡面有了 剛剛那些部分 有的課本裡面沒有 因為是跟遠算法有關 所以我把它加進來 讓大家 讓大家這個 等於複習一下 跟遠算法和離散有關 那課本裡面有的東西呢 像single bit error 這個我們剛剛有看過 就我加一個parity bit 就看裡面的 裡面 加什麼原則去加 讓裡面 1的數目變成奇數或數 我就通通變奇數 這我的原則 通通變奇數 那所以 傳輸的時候 就可以偵測到 但是這樣子 耗費很大 如果7個bit 再加一個bit 那我只要7分之1的 這個 的這個 空間 要來 當做這個 check error的 那所以呢 就有所謂 2-dimensional bit parity 那就是我仍然是 給一個bit 來做check parity 然後 經過這個 幾個word以後呢 我再用一個直的 就是把第一個bit 合起來做parity 第二個bit 合起來做一個parity 然後最後一個做一個parity 所以 等於加一個parity word 那這樣的話 就是2-dimensional parity 那2-dimensional parity 它的那個 偵錯率 比這個 傳統的1-dimensional parity 要 要好很多了 Internet Check Sound 這個我們前面就已經 討論過了 看過了 下面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在網路裡面 常常在用的 CRC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我們考試什麼 應該也會考的 所以下面這個 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我們來看 再看CRC這個東西